今天这个题型的话是SPM常考题目啦 你会发现到有很多SPM考题很喜欢考这种题型的 那同学先花一个15秒时间看题目 好那题目讲什么题目的话它就提起有一个像框挂在墙上 那这边的话我们要理解如果讲像框挂在墙上的话 它一定是禁止不动的那如果它掉下来的话我们就不用挂了 所以这边的题目它的表达意思就是它是禁止不动的 那禁止不动的话这种提醒就叫做equilibrium的提醒 所以我们在解题的时候要知道equilibrium的提醒的形式里面呢 它的submation fx fy都要等于0 因为我们的acceleration等于0的话 那我们的所有合力resultant force都要等于0 好那我们开始把这个object的free body diagram受力图开始画出来 那我们之前上free body diagram的时候 在解例的提醒的时候都是水平力跟垂直力的 但是现在我们这两个例是有一个角度的 所以我为什么把它放在后边解题的部分的原因在那边 好那我们把它的free body diagram画出来 那我们就会有重力向下咯 那我们在画free body diagram的时候是针对那个物体的 所以你就把所有的力的作用点集中在一个点上 那这样我们就比较好理解了 就让物体缩到变成一个很小的点 那所有的力作用在这个点上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的free body diagram画成这个样子 那接下去的话我们就开始解题了 因为题目告诉我们的是te等于400牛顿 那请问t2跟物体的重量是多少 那这种提醒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做两个解法的 我们可以画vector diagram来解 我们也可以用数学方式来解 那如果你用vector diagram的话 可能你就会困扰就是t2跟w都是题目要找的 那怎么画vector diagram 好那因为这个提醒是equilibrium的 所以你们要画的话还是可以画出来的 所以同学如果要练习画vector diagram的话 这个题目也是不错的练习 你可以把它练习稍微画一下vector diagram长什么样 因为我们有两个角度 然后有一个400牛顿 你还是可以把它画出来的 好那接下去的话 我们就开始解这个提醒 我们用数学方法解了 那数学方法的话我们就要把t1跟t2 画成两个force component 我们要把它的x跟y exist的force component 画出来 那我们这边就稍微画一个简单的图 我们有w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会有tey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有tex 那t2的力的话我们把它分出两个force component 就是t2y和t2x 好了这是题目告诉我的资料 所以我把我的t1跟t2的force component也画上去了 那我们就开始解题了 那我们从x轴开始解 因为x轴的力只有两个 y轴的力有三个 而且在y轴里面我们有t2位置 w是位置的 那我们解y轴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就从x轴开始解 x轴的话我们有tex跟t2x 那t2x就是题目我们要找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做submission fx等于ma等于0 好那等于0的意思 等于0是怎样出来的啊 那因为我们开始解题之前 我有提醒 这个提醒其实是equilibrium的 那equilibrium的话就不会有加速 所以我们整个submission fx就要等于0 那我们就取右边为正 左边为负 那我们就有t2x-tex等于0 所以t2x等于tex 那我们把它们展开 t2x的话就拿到t2cos45度等于tecos30度 为什么是45跟30啊 那我们把它们的角度 表示出来的话 你看我们在题目里面 虽然我们的angle是在上面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内挫角 找到这里是30度 然后这里是45度 所以我们就会有cos45和cos30度 然后那接下去的话 我们把数据带进来 我们题目有给te等于400纽顿 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t2 那我们把它按出来 答案就会是 答案是多少t 489牛顿 所以我们t2的力就会承受489.89牛顿 t1是400牛顿 t2是489牛顿 那这两个力就会帮我支撑我的w了 那我们就看去w那边 那要找到w的话 我们就要用到y轴的合力 submationfy等于ma等于0 那在y轴上面有哪几个力啊 我们有tey t2y和w 我们把往上的力取证 所以我们就有tey加t2y-w等于0 那我的目标就要找w 那我的目标就要找w 所以我整理w就等于tey t1y的话我们展开就变成te sin30度 加t2 sin45度 好那我们已经有te的值是400牛顿 t2我们找到是489.89牛顿 那我们把数据带进去 按计算机就拿到546.40牛顿 好那这边我们就看回题目啊 那我们的重量这个frame picture frame的重量是546.40牛顿 但是我们两个绳子的t1t2的合力啊 是400牛顿跟489 那我们不能理解就是上面两个力加起来 就会等于我重量而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t1跟t2是一个有角度的力来的 那真正承担我的w是谁 真正承担我的w是y轴的ty跟t2 force component 那这两个指甲起来要等于w才对 所以这边概念上同学要把它搞清楚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在解题的时候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右边的解题 那我们在解的时候 你要清楚你在做的是哪一个走的或者是角度 那你把它标示清楚 那你解题的时候就比较方便理解一些 好那今天的解题部分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